大家好,我是龙儿 家里面的这种非旧钥匙或者是坏了的钥匙不要再随手扔掉了 放在家里面有许多的神奇妙用 而且节省钱还是用哦 一年能节省不少钱呢 像家里面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非旧钥匙 相信家里面都有许多 每一次家里面换锁了 或者是买了什么新柜子 我们也要换上一把新锁,新钥匙 那么很多时候剩下来的这些非旧钥匙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直接当做垃圾 往垃圾桶里面扔掉了 其实你所不知道的是 这些非旧钥匙在我们的生活中 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神奇用处 既能解决我们家里面的大烦恼 而且还特别实用又省钱哦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第一个神奇用处 开核桃 核桃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坚果 它的营养丰富 价格也不是特别贵 深受大家的喜爱 尤其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朋友 都特别喜欢购买核桃 核桃虽然营养又好吃 但说到给核桃开壳 却让很多朋友都觉得十分的麻烦 对于力气比较大的朋友 运气好一点的时候 还能用手将它捏开 但与对于力气比较小的女性朋友 以及一些小朋友 这些办法根本就不适用 用铁锤砸又比较危险 其实我们只需要用一个家里面不用的非旧钥匙 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将核桃打开 并且毫不费力 一秒一个十分的简单快捷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核桃它分为两端 一端是头部 一端是尾部 尾部上面有一个十字一样的花形 可以看到像一个大鞋的十字一样十分明显 现在我们只需要把钥匙对准大写十字的中心处 然后像平时开锁一样 轻轻的拧动我们的钥匙 核桃就轻松被打开了 可以看到这样被打开的核桃十分完整 核桃被均匀的分成了两半 核桃壳也没有出现任何破损的情况 这里有朋友可能就会说了 开一个可能是侥幸 那么我们可以用其他的钥匙 再来试一试 依然用钥匙对准核桃的根部 轻轻旋转 一秒的时间都没用到 核桃又被轻松打开了 真没想到 家里面飞酒的钥匙 竟然还有这么神奇的用处 所以说 如果你平时比较喜欢吃核桃 不妨试一试这个开核桃的办法吧 第二个神奇用处 房间店 虽然说现在已经历春了 但是气候还是比较干燥的 干燥的气候容易导致静电 尤其是家里面的这种金属门把手 每一次我们进门开门的时候 头发总会贴在上面 或者是导致我们的衣服粘在上面 产生大量的静电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取出家里面的废旧钥匙 在门把手上面轻轻地刮一刮 这要有利于小储静电哦 虽然说看似方法非常的简单 但却非常的实用 除了我们的门把手上面可以用钥匙来出静电之外 像我们的床上 床单也可以用它来消除静电 不仅春天可以用 像秋冬季节气候非常干燥的时候 静电也是非常明显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用金属钥匙来出静电 除了我们的床单被照 像我们平时穿的一些毛衣 大衣 也特别容易产生静电 对于长发女士来说 产生静电的时候 头发在上面 沾得到处都是 让人非常烦恼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家里面的金属 飞酒钥匙 在早上穿衣服之前 先在衣服上面 用它轻轻的刮一刮 前面后面 到处都来回的刮一刮 抹一抹 这样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会好很多 相信生活中 这一个用法很多朋友都用过 那么像这个储静电的方法 平时你在生活中用到过吗 第三个神奇用处 像这种带拉链的衣服 家家户户都有那么几件 不管是成人的 还是儿童的 男女老少的 都会有这种的拉锁 拉锁用起来 比扭扣方便了许多 而且它的密封性 也更加的强 但与此同时 我们经常会发现 拉锁用久了之后 上面的拉头 很容易就断掉了 拉锁断掉后 我们就没有办法 将拉链拉上去 很多朋友遇到这种情况 就会选择去裁缝店 换一条拉链 或者是一个拉锁 时间充足还好 那么时间不足 在比较勤急的情况之下 我们又必须要把 拉链拉上去 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找出 家里面的非旧钥匙扣 将这个钥匙圈 穿到拉锁里面 这个时候 我们的钥匙圈 就可以充当一个拉链头 轻轻松松的 就可以把拉锁拉上去了 而且它的体验感 也非常的棒 在拉拉链的过程中 也非常的丝滑 用起来一点都不会 比原装的拉锁头差 第四个神奇用处 像每年大扫除 或者是生活中 很多人周六周天 都有大扫除的习惯 像我们的地板啊 那些擦起来 都非常的简单快捷 也特别容易好清除干净 而我们的窗户 就不一样了 它有许多的拐角处 而且还有一些 特别狭小的缝隙 而这些缝隙里面 经常会藏污纳垢 特别不容易被清洁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 非洲钥匙利用起来 用我们的一次性 餐巾纸 或者是一次性面巾纸 将它包裹起来 然后再用它来 清洁窗户上面的 这些狭小缝隙 我们就会发现 很容易的 就把这些缝隙里面的 脏东西带出来了 并且毫不费力的 可以把它们 清洁得非常干净 因为我们的钥匙 它非常的扁平 而且是金属制造的 非常坚硬 当我们把纸巾 或者是面金纸 包裹在上面 这样就可以 很好的用来 清洁这些窗台 窗户 甚至是墙角的 一些缝隙了 不仅非常的省钱 而且还特别实用 再也不用担心 这些夹角处 藏物那够了 怎么样 是不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原来一直被我们当作 飞拼垃圾扔掉的 飞酒钥匙 在生活中 居然有这么多的 神奇用处 所以说 看完今天的分享之后 家里面的飞酒钥匙 不要再随手丢弃了 赶紧把它利用起来吧 不仅能解决 我们生活中的 许多大烦恼 而且还及省钱 有时用哦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 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